我今天听到一个说法 这个要查证一下 这大陆网民写的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说因为昨天古巴的 武装部队的主任去访问大陆 那何卫东军委副主席 跟他提到说中古可以交流 我可以帮你们做军队建设 军队建设 结果Austin听说立刻打电话 给董军 董军 部长通电话 所以你讲的军队建设是什么意思 要问清楚 对那董军当然就问他说 那你装到我家门口是什么意思 这个有这种活灵活现 我是没有看到这个 我没有看到这个报道 太活灵活现 他是说Austin隔一天就打电话 对对对 他是有这个新闻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可是美国对古巴去跟中国军委副主席接触 这当然是很敏感的事情 很大条 而且何卫东真的这样讲 他说可以协助他做军队建设 对不对 然后俄罗斯的副外长也立刻讲说 我们不排除再到古巴搞一个飞弹基地 对啊那他就这次副外长他就说 莫斯科有可能重选之前宣布暂停的部署中短程飞弹的决定 不是啊跟古巴 那坦白讲他的机会更高为什么呢 因为他跟古巴尾列绝拉都有长期的关系 对 他比中国关系还好 他步得很深 不主要是因为他以前是军事大国了 所以很多都有那种半结盟的关系 中国大陆倒是比较没有 对 那可是这个事情就惹到中国跟俄罗斯了 对 我觉得俄罗斯真的是聪明了 因为他至少普京即将访问大陆 对 所以就表态说这个问题我挺你 他之前挺台湾议题 现在这个也是 是啊 真的是很挺 那就是希望说你也要挺我 不就这意思吗 这个就是搞军事政治的玩家啦 这才叫玩家啦 是这样 俄罗斯真的是一个国际当中的玩家 美国你这边 或者很多西方媒体去唱衰俄罗斯 你可能还要思考一下 他们背后其实还有很多的局在布 尤其呢刚刚我们特别提到 你在我家布了这个中岛 在菲律宾社嘛 那中国大陆现在也有可能怎么样呢 跟古巴合作 所以亮哥就讲了这个 古巴中央委员去跟何卫东进行的见面 结果中国大陆这边说 古巴的军队建设发展是支持的 然后俄罗斯真的讲得太白了 说会帮助这个古巴 然后也说呢 还有包括中程短道 导弹可能会部署 另外呢 其实俄罗斯的检查总统 最近呢也去访问了 跟古巴进行访问 更别说这个我特别找出来 去年哦 邵伊古就跟古巴的武装力量部长 其实有很多交流 说俄罗斯跟古巴一同在 技术军事领域要发展合作 这个其实不意外啦 因为俄罗斯也去访问了委内瑞拉 对 就说如果美国真的要乱搞俄罗斯 俄罗斯真的可以在委内瑞拉 还有古巴 搞一点事情让美国不舒服 这一类的军事的较劲跟互动 中国大陆经验是比较少的 而且也比较谨慎 因为他不争霸嘛 对 那俄罗斯是要争霸的 俄罗斯是要扩张的 要输出他的意识形态 搞世界革命的嘛 所以一直到冷战结束之后 这个才稍微收敛 因为他没这个底气了 对 可是还有 还是有 还是有那种政治关系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没完 就是只是中国大陆比较谨慎 他就会觉得说 你现在给我搞一个连 我就看你还会不会进一步走 OK 那这个坦白讲 如果是别的国家 我觉得如果是中国跟印度 早就出手了 我认为印度也会出手 就我就立刻制裁你了 是 我看你菲律宾有多强 对 你要这样搞是不是 那中国大陆就是比较谨慎 到现在还没有听到 政府要干嘛 比较硬的一个做法 只是派个无争期去看一看 那个算是最低的 最低的 就是我们都知道 中国大陆对菲律宾 真的很谨慎 包括了什么马德雷山 给你坐摊25年了 你还在那边闹闹闹 黄烟岛也是如此 都是有紧守 不想让什么 让东盟国家觉得说 南海行为准则 如果真的敲定的话 中国大陆可能会 会以大欺小吗 不是 现在是用菲律宾 其实南海行为准则 就会扯到 你可不可以让人家装中岛 不是吗 对 怎么可能这样搞呢 是 对不对 所以坦白讲我从权谋的角度 我认为美国就是硬干 就是我在撤你的底线 我就是硬干 这个我们谈判策略叫做 叫做Foot in the door 就是我要叫你开门 你不开对不对 我脚就先伸进去了 OK 让你关不了门 那到底我之后能不能进门 那再说吧 所以中国大陆必须要有反应吗 当然啦 不然的话你就真的会被 你要让美国或者菲律宾 自然而退 我跟你讲这个没完没了 而且还会有示范效应 对 人家就会觉得说 原没关系啊 你也没什么啊 我装一个连 你没什么大反应嘛 你装也赢啊 我再装个第二个连 对 你知道吧 所以我说这个 这个他真的要拿出手段来啦 这个国际政治就是这样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啊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